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继续学习《入菩萨心论》 《善受海》 《入菩萨心论》 正文还没有开讲之前 给大家也说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以后每一节课 在闻法的时候 大家也尽量如理如法地听受佛法 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如法 佛法的功德得不到 世间上的一个教育体系 跟我们佛教方面也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有两种 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佛法是依靠恭敬心获得的 所以我们要发这样的恭敬心的时候 自己的行为一定要如法 昨天我们也已经讲了 断除三种过失 断除六种苟然 还有五种不辞等等 这些行为一定要断除 然后我们所行持的一些 发心和行为方面也应该要记住 尤其是我们发心相当的重要 不管是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的发心 如果没有摆好 也就是说 我们发心的动机 没有成为善法 它所作所为都不能成为 真正解脱的因 所以我们修持佛法当中 有些都变成了真正的解脱因 这叫做 随解脱分善根 有些变成一种福德 转为人天善趣的 那么这种我们称之为 随福德分善根 还有一种 这种业不能变成任何一种善业 也有这样的 还有变成恶业的 这样也有 比如说我们现在闻思修行 但目的都是为了即生的理由 《开启修行门配》当中 也已经讲过 即生的利益 应该能得到成就 但是过了以后 很有可能转为恶趣的因 这个教证 大家也应该记得清楚的 所以我们依靠善法 尽量不要造恶业 这是每一个修行人 一定要记在自己的心间 这个法性的问题 前年我们讲俱舍论的时候 也是提过讲叶品的时候 按照小乘的观点 所谓的法性动机 相当重要的 所以说第六品当中 为什么说是 所有的三界全部都是 以六种染污的因而造成的 原因就在这里的 那么按照大乘的观点来讲 当然这个法性也是相当重要的 当时我们也是给大家提过 五足菩萨的大乘阿比达摩论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同时吃一顿饭 但是吃完了饭以后 一个人准备杀生 做恶业 另一个人他就不做什么 只是吃完饭以后 他自己做自己一些 无际的事情 琐事 有一个人他行持善法 那么这样的话 刚才我们三个人吃饭 那个饭的本体变成三种业 刚才杀人的吃饭 实际上是杀害人或者造恶业 刚才他的吃饭 这种动作也变成恶业了 如果我行持善法 那么包括我的行动 和所有的动作 变成善业了 变成善业 平时我们 比如说我们听闻佛法 听闻佛法 你走路 到哪里去 当时你的行动 全部都变成善业 如果我们没有什么状态 这样去的话 那你的行为一种无极法 所以我们外面的 有些城市里面的人 有时候应该需要 佛法的调整 如果有佛法的调整 就像我们现在 寺院里面的修行人那样 每天都是成立在 一个闻思修行的气氛当中 这个恐怕对他们来讲 是不能现实的 但是你自己的发心 如果能调整 你不管是你的孩子 送往学校也好 或者你自己去上班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对菩提心一直关心 或者你要想 利益众生的心态 一直不利 一直不利的话 表面上看 你从自己的家里 到学校门口开车去 或者是坐其他的公共车去 但是实际上 你心里面的善根 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我刚才 昨前天应该按要求来讲 我们现在的 听闻佛法应该如理如法地听受 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 实在是没有时间的话 你一边听佛法的声音 一边去 基本上你的心态 以佛法会转变的 偶尔可能外面散乱 但基本上可以 趋于佛法的境界当中 所以这个功德 应该说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 皈依佛教的修行人来讲 应该始终都要对自己的提醒 如果离开了这个 比如说 我们在座的有些出家人 如果你每天都是没有听课 每天都是全部自由的话 恐怕很多人的修行 很难以提高的 世间上为什么有这个学校 学校为什么有一些规矩 每天都是由依靠他的力量来 追逐自己 强迫自己 这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佛教徒 大家当然仅仅是为自己的利益 快乐 享受 这样的话恐怕是听课 这些都全部没有好一点 但是如果没有想到 仅仅是为自己的利益 居然想度化众生 或者自己的相续 与佛法真正要适应 我想每天都应该 有一些佛法的压力相当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除了一些真正的高僧大德以外 每天都是你在一种佛教 慈悲的心态当中度日 恐怕很多人来讲 是很难以实现的 因此大家首先应该 自己对自己创造修行的条件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自己积决来 谁也没办法 让你必须要修持 谁也不会强迫的 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 自己应该参与一些 有意义的佛教的 听闻佛法 修行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昨天 也给大家提过 大家发心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听受《入菩萨询论》 或者是其他的法 你一定要想 我这次听法 并不是我自己发财 或者是圣观 或者是得名声 不是这个的 一定要度化众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获得佛果 获得菩萨的果位 实际上唯一的目的 就是度化众生 这一点 千万不能舍弃的 华智仁波切的 《现观庄案论》 此地修法当中 也有这么一个话 我们为了获得佛果 并不是自己 获得这种智慧而享受的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不管是 修《现观庄案论》 修《中观》 修《大圆满》 都是目的 为了利益众生 首先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 那哪怕是我今天 听一堂课 这个功德永远 一直乃至佛果之前 是不会耗尽的 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 可是现在很多修行人 根本不懂这个道理 眼前的今生当中的发财 或者暂断的一些利益 这一点也是 当然佛法的加持不可思议 我们前面也在《摘尔山》 都说过 是有功德的 有帮助的 但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们应该有比较远大的理想 这样对自己的今生 来世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要强调一下 我们从明天开始 应该修行的方法上 首先是修一段时间皈依 皈依的修法 我记得《大圆满信息修施修法》 当中也是有的 如果你们这个书没有 或者记不知 大概这样观想 在自己前面的虚空当中 观想四字座 四字座上面 莲花和日月 然后在这个上面 观想自己的上师 自己上师的形象 如果你对自己的根本上师 信心相当大的话 他的形象不改变也可以 如果你对自己上师的信心 跟佛菩萨有一点差别的话 顺便观一个释迦牟尼佛 或者一些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 都可以 然后观想自己的佛陀 跟四方浩瀚如海的诸佛菩萨 以及空性护法中 无二无别 或者自己的上师 跟十方三十诸佛无玩无别 然后他的诸位 浩瀚如海的所有的空性护法身 所有的僧尊皈依经围绕着他 然后我们在他面前 我们在这样的皈依经面前 在上师面前 一心一意地想 我今天一直皈依 那么皈依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大乘皈依的目的 就是为了度化众生 这一句话 我们说的时候也是经常要说 所以我课堂上 每一次都可能说得多一点 很多老同学 有点生厌烦心 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我以前也要说 现在也要说 未来也要说 为什么呢 如果这一点放弃了 那我们不是大乘修行人了 所以我们的言行 举止也好 或者是从自己的心态当中 始终都说 我现在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很多人说 我现在为你而活 实际上有这种说法 我们是为什么而活呢 我们是为众生而活 应该这样想 我们就是为了度化众生而活 并不是我自己 为其他的事而活的 应该这样想 所以我想 我们在皈依的时候 我们以前也是在这里讲过 好多人在皈依的时候 并不是目的是很明确的 为什么呢 有些人生病身体不好 而皈依佛陀的 有些人他的精神 心灵 遇到一些挫折 然后就开始皈依佛门的 有些人工作不顺 而皈依佛门的 有些人还有各种各样的 皈依的 但是真正是 我要为了利益众生而皈依佛门的 这样的人 当然我们出家人当中 大多数应该是会这样的 但一般的在家人当中 经常问他们 你为什么皈依佛门啊 我们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经常回答 我原来刚开始的时候如 现在你怎么想呢 现在我也是 佛陀会保佑我的 佛陀有不可思议的加持 我家庭平安 或者工作顺利等等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 对暂时来讲 一些中等根基的人来讲 也可以 但最好我们要学习 我皈依的目的 就是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刚才观想 自己的根本上师面前 我要为了度化一切众生 归于你 那么从现在开始 乃至甚甚是事 我不舍弃十方三世诸佛 和包括自己的根本上师 一边这样观想 一边祈祷 祈祷的话 我们经常 按藏文来念的话 那玛哪儿叫什么去 我上尼杰哪儿叫什么去 我丘哪儿叫什么去 我继门哪儿叫什么去 这样念诵也可以 如果这个不会念的话 那么 皈依舌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圣 这样 四皈依吧 我想一直这样念诵 最后念诵以后 最后要接受的时候 自己自他一切众生 都变成融入三宝 三宝也是最后融入自己的 诸佛菩萨无二无别的根本上师 然后最根本上师 也如意不愿的法界当中 在这样的 无有任何执著的境界当中 要安住很长时间 最后回向善根 所以最近我想我们很多人 可能以前皈依 当然已经读皈依过 这个没有什么说的 可是皈依的时候 你们也想一想 你有没有这种誓言 发过这个愿 没有 就是你当初 这个皈依的目的是什么样的 那么现在 如果你当初的目的不是特别真 当然是不用劲的 以前南陀刚出家的时候 心相续当中没有出离心 就是想为了得到一个 很漂亮的天女而出家 但后来真正在心的相续当中 生起了无微的出离心 我想何况说 我们这些人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 违缘而出家 但是现在不幸当中的万幸 我们已经遇到了 真正的大乘善知识 然后真正遇到了 大乘的这些传承教言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利用 确实是相当可惜的 我们也遇到了佛法 但是佛教当中的真正的精华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是没有得到 所以我要求这一段时间 现在希望大家先好好地 皈依的基础在心里面打上 然后皈依的基础真正 我是不是为自己自我解脱 不是为自我生活的快乐而皈依的 我是真正为了利益众生而皈依 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修菩提心很圆满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 不管是形象上出家也好 没有出家也好 每一个人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 这样修行 这次我也讲了 我们这次《入菩萨行论》 一方面是理论上 也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有必要的 没有理论的话也不行的 但另一方面主要是实修为主 实修和理论相结合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的佛教 大家一定要明白 什么叫做佛教呢 佛教就是有教法和正法 那么教法就是语言 文字 法本 这些都是所谓的教法 所以我们念诵 传承 这些都是属于在教法当中 也是可以的 然后真正的正法是什么呢 真正的正法 佛陀教法的这种意义 在我们众生的 心的相续当中存在 这就是正法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的 那么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入菩萨行论》的教义 你听到的时候 这叫做教法 光你听到不行的 然后你在自己心的相续当中 为了增上自己的菩提心 而继续修持 那么继续修持多长时间呢 就是你的相续当中 已经存在了 这么长时间的正法 所谓的正法 华智仁波切也不是讲了吧 如果你一刹那间的这种善根 在自相续当中生起 这也是一种正法 那么一句法语 如果你听到 懂得这也是一种教法 所以如果说简单 当然教法 正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说广义典的话 原来学习《居首论》的时候 《诗经论》也已经讲过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 所谓的佛教根本搞不懂 什么叫佛教呢 有些人认为开一个会 搞一个仪式 这就是佛教 哎 我们佛教是非常兴盛 你看今天办的仪式 特别隆重 但这个办仪式的过程当中 众生的相续当中 真正能不能生起智慧 或者是一些悲心 或者是对佛的信心 当然有些仪式 真的很多人都会生起来 我们也不敢扶人 所有的仪式都是非法的 不是这样说的 佛教的很多仪式 也对众生的信的相续 利益非常大 但是真正在众生的 心的相续当中 如果生起了教法的内容 这就是真正的正法 有些人认为 你看我们建筑物 如何如何的金碧辉煌 那么认为这也是 教法 正法非常殊胜的 有些人认为 引了好几个法本 这也是认为 我们的佛教很兴盛 但实际上我们 这些问题都要考虑 真正的佛教 具有法相的善者传说 传说以后 自己心的相续当中这样修持 比如说我们要求 每天上午半个小时修持 修持的话 你的相续当中 真正对佛法的意义 一直这样思维 如果有半个小时 那就真正的正法存在 所以我想 我们这么多的人 同一个世间当中 大家都思维法意 当然有些人可能想得好一点 有些人中间打一点磕水 这个也是理解的 因为昨天刚开始这样 好像很多时间 拜过来的话 首先有点可能调整有点不过来 这个是理解的 但是过两天 我想觉得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汉传佛教当中 大多数的寺院 早上三四点钟起来 上殿堂 开始念佛号等等 我想在这里六点钟 那如果大多数的寺院 六点钟的时候 就开始下来吃饭了 那个时候了 所以我们想那个时候起来 如果不能修持 那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我们连这一点的时间 拿不出来的话 我觉得困难 所以大家把这件事情 不要放得好像无所谓的 半个小时当中 我修到底有没有什么 不用这么想 虽然我们每个人 修行的定理有差别 有些人可能观得非常好 刚开始很多人的观想能力 因为我们心一直 从来没有观过它 没有看过它 就像特别调皮的一个孩童 如果你今天拿到学校里面的时候 它的习气毛病一下子很难改的 但是我们逐渐逐渐地 这样观察自己的心 过了一年 过了两年以后 自己的心不像刚开始那样的 这就是心的本性 这个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 修行的体验也可以有甚深地体会 还通过一些佛经 论典 高僧大德们的传记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大家一方面 我们对理论必须要懂 一方面自己的修行 这个修行真的功德非常大的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我们开始讲 《入菩萨行论》 《三所海》 他这个《入行论师》 简略的话《入行论师》 那么《三所海》是诸师的名称 叫做《三所海》 《三所海》的意思 能万尊无缺地宣讲 大乘《入菩萨行论》 甚深的意义 那么这个教证和理证相当的丰富 就像是大海一样 所谓的大海是一切宝藏的来源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 一些教法正法的来源 就是这部论典用比喻和意义 相结合的方式来取名的 那么这部《三所海》 实际上是五咒菩萨造的 我前面也讲过 这里的五咒并不是 印度六庄严之一的五咒菩萨 这个是藏地的 有一位叫做五咒菩萨 那么他大概是 公元一千二百五十九年 在那个时候降生的 大概是这么一个人 现在应该有大概七百多年了 五咒菩萨的生平见解 我想在这里也不讲了 因为我们以前翻译过的一个《三所海》 现在在这个上面有 我希望大家应该好好地看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寂天菩萨和我们 五咒菩萨的基本的生平见解 大家了解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 所学的论典是不一般的 具有一定的加持力 不是我们现在世间上的人 为了一些钱财 为了一些地位 为了一些名声等等 也写了很多很多的书 但这些跟我们前辈的 这些高僧大德们的目的也不同 他们的境界也不同 他们在智慧当中 所流露出来的金刚语 对我们的生生世世 有相当大的利益 所以我想 五咒菩萨的尤其是 这个五咒菩萨 以前法王如意宝也是再三地讲过 在从法王的传记当中 也是提过这个问题 五咒菩萨当年他所在的地方 那么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我们平时认为 比较野蛮的一些老虎 豹子 或者一些才狼等等 但这些从来都不害任何众生 跟经常绵阳 善阳 和睦相处等等 有很多的依靠菩提心 而舍护一切众生的状态 外面经常出现这样的 所以我们藏传佛教 一直认为 这个山寿海的前面 和后面的这些颂词 只要念诵的话 自相续当中 菩提自然而然生起 这是我昨前天 也是提过的 尤其是他对众生的关爱 一般来讲是无法衡量的 记得五咒菩萨在小的时候 有一次 大概是在秋庭 要接近冬天的时候 他到外面去走动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他自己的衣服都没有了 然后当时他的父亲 觉得不高兴 问他 你的衣服放在哪里 他说 外面有很多可怜的众生 我就把自己的衣服 已经给给他们了 当时父亲不太相信 带着他 他当时的名字叫做 宫求丧伯还是什么的 然后带到外面去的时候 外面正在寒冬当中 要接近寒冬的 遍满知足的一个分队 然后这个上面有密密麻麻的 相当多的一些知足 正要懂事 那个时候孩子 他自己也是 到了秋天的时候 你们也知道 藏地的气候是什么样 特别冷 但是他不顾自己的身体 想把自己身体上面的衣服 全部盖在上面 然后为了防止一些被风吹动 然后在周围 他就堆了很多石头 所以从表面上看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种故事 但是我想我们很多人 当年轻的时候 当孩童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的慈爱悲心 原来我们写过的 《悲惨世界》当中 很多人 孩童时代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恐怕 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的 很多人在六七岁 十几岁的时候 整天都是吃一些海边的东西 吃一些水里的东西 看来众生都要杀 猪要吃 可能是这样的 但我们无诸菩萨是怎么样 所以像诸如之类的 很多很多非常精彩的公案 就是以前《勇争世界》 所造的传记当中有的 后来我们也翻译了 翻译以后 现在我们在座的人 以前给大家发过的山手海 就是这个前面有 然后外面也应该往上有的 所以你们自己最好 无诸菩萨的生平见解 还是要看一下 看完了以后 知道我们这个作者 是不一般的 我们学习这部论典的话 自然而然在自相学当中 肯定会生起菩提心 当然你一下子看不完 每天都是看一个故事 这样来触动自己 这样来劝勉自己 还是有非常必要的 作为我们修行人来讲 那么这个作者 是无诸菩萨做的 所以我们这件事情 我想也不光说了 下面这个山手海 大家应该清楚的 山手海就是 解释入菩萨行论颂词的一部论典 我们前面的这几个颂词 不是寂天论是造的 应该是无诸菩萨造的 藏传佛教当中 每一个高僧道德 他要造任何一个诸授的时候 他自己在前面 也有地理句 也有历史句 也有完整的造论 这一个前行的一套 所以说 以前我们经常 讲一些诸授的时候 有些人把颂词 跟讲义里面前面的偈颂 往往混在一起 这是对论典不了解的一种现象 大家在颂词和讲义之间的差别 一定要分开 那么无诸菩萨 首先造这部论典的时候 造《入菩萨行论》 诸授的时候 他就有顶礼句 然后顶礼句 应该大概是有分四个方面来讲的 还有历史句 他这里的顶礼句 有众的顶礼 观世音菩萨 和分别的顶礼 释迦牟尼佛 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 还有寂天论识 大概有这么多的 因为对我们这个论典 有直接关系的 这几个佛和菩萨面前 作顶礼 首先是因为 无诸菩萨的心相续当中 具有如此的大慈大悲心 全部是依靠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而得到的 所以从他的传记当中 也是经常看到 他对观世音菩萨的信心 还有一种说法 我们藏地也经常认为 无诸菩萨是观音菩萨的化现 也有这种说法 所以首先他顶礼圣者观世音 观自在菩萨 这是总顶礼 下面用依靠思学和持造学的 修饰方法来赞叹释迦牟尼佛 一边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一边祈祷释迦牟尼佛 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现在 一般藏传佛教 作为一个佛教徒 比如说他是大乘佛教徒 对佛陀和大乘的 高僧大德们进行顶礼 如果他是一个小乘佛教徒 他对佛陀和小乘的 这些高僧大德们进行顶礼 但现在我看汉传佛教的 很多高僧大德 给别人传讲佛法 在这个时候首先他要顶礼 释迦牟尼佛 文殊菩萨 还有地藏王菩萨 观世音菩萨等等 然后自己历代的传承上师们 有关的一些上师们面前做顶礼 我觉得这样也是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 表示一个佛教徒 印度有这种传统 看这个人对哪一个本尊 哪一个上师做祈祷 做祈祷说明他就是传承的 有这种传统 所以我想 我们以后弘法离生的过程当中 自己先顶礼释迦牟尼佛 你不管是造论也好 讲论也好 辩论也好 这个非常有必要 一方面有很大的功德 另一方面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也应该向佛面前 这样顶礼祈祷 首先是这样 一种修饰方法来顶礼释迦牟尼佛 作者无诸菩萨是怎么样 因为无诸菩萨从他的传记当中看来 也是非常广闻博学的 不仅他对精通藏传佛教的密宗 还有一些《大藏经论诸》 还精通一些世间的 各种各样的学问 这是你们传记当中也可以看的 他依止了许许多多的上师 非常精通这些思学等等 意思就是说 他这里慈爱无一众生 我们释迦牟尼佛 在因地的时候 他仁慈爱护所有的众生 一个众生都不剩下的 慈爱他们 那么他这样的 这种慈爱心发心 首先我们知道 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最主要是什么呢 首先刚开始的时候 在大释迦佛面前发心 然后中间三个二生集结当中 积累资粮 最后获得了 摄生和法生的果位 然后给众生转了三次法轮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建议 那么他这里也是做了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 他慈爱无量的众生 后来搅拌发心二资粮的大海 我们也是古代的 一些典籍当中的比喻来说明的 比如说大海搅拌 里面可以出现一些增气 那么大海搅拌 这里相当于是发心和积累资粮 就是这两个的比喻 通过发心和 通过积累资粮的大海当中 出现什么呢 出现不住涅槃自行而三生 像僧文远决 他住于一个极灭的殿 佛陀当时没有住于极灭的殿 最后获得了 发宝化三生的果位 那么这个果位 这里比喻称 妙印之城城积密布 密布的乌云 比如说大海搅拌以后 大海里面出现一些正气 那么正气在虚空当中 集聚以后变成密布 同样的道理 他在因地的时候 为了利益众生而发心 积累资粮以后 最后出现 获得了三生的果位 然后不将离吾恶当四边 这种妙法 当然 乌云密布以后 会降下妙语 同样的道理 佛陀已经获得 三生的果位以后 他肯定给众生宣讲了 远离了吾恶 吾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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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离四边戏论正法的甘露妙语 就给众生宣传了 善知法轮 宣讲这个 这样以后 熄灭了世间善友当中的 所有众生的相续当中 烦恼的雄雄烈火 而开启了暂时获得 人天福报的利益和 究竟圆满正等觉的 安乐的果位 那么这样的 在世界上是唯一的 发心犹如百莲花般的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就是出现在 金凡王子的王宫里面 最后设立王位而获得 出家而获得正等觉果位 所以我们后学者来讲 一定要在金凡王子释迦牟尼佛面前 应该恭恭敬敬地去顶礼 那么顶礼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修行 希望你们早上起来 更更要到世间的时候 先应该佛陀和上师 无二无边面前 最好磕三个陀 这个不要忘 这是我的规定 然后磕三个陀以后 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困难的 你磕三个陀以后 早上醒过来 而且很清醒 磕三个陀以后 在佛像面前 你有什么样的供品 比如说清净的水 或者点一个箱 这样来 然后最好念一个前面 我们上师 法文如意宝的上师瑜伽 如果有的话 这个念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其他一个简单的上师瑜伽 念完了以后 就要开始继续修 今天我们要求修皈依 明天以后大家都修 我今天早上修的时候 一方面 我自己倒好像修得不太好 但是我心里面很高兴 在这个时候 肯定很多人的心 专注在利益众生的心态上面 这是现在的时代当中 非常难得的 人人都是要么在沉睡当中 要么是为自己而 那么一刹了得我们的心 转向于利益众生 那这个功德的确不可自议 过一段时间 我们讲 《入菩萨行论功德》的时候 会提掉这些问题 所以大家应该在佛陀 也是非常殊胜的对境 我们光是对佛陀顶礼 供养 这样少少的一些功德 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大家这个一定要能做得到 这个也并不是很困难的 而且我们外面的一些四种道友 我希望你们如果方便 今年一年当中 最好看一下释迦牟尼佛的广传 因为我们在座的人 去年的一年当中 基本上半年的时间当中 大家都已经学过 所以里面的佛陀 在因地的这些发行 大家都了如指掌 应该可以这样说的 以前华智仁波切也是这样的 华智仁波切宣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都这样提过 我们心相续当中 真的要生起利他的菩提心 要知道释迦牟尼佛 在因地的时候的一些公案 所以这些公案表面上看到 好像是以前的一种故事 但实际上 每一个情节是非常感人的 应该说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你们如果自己在诵世间 各方面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 我想一年当中 看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广传 并不是很困难的 所以外面的很多人 你们也不要认为 好像现在没有世间 没有世间 我昨天所讲的那样 大多数的人真的是 时间用在一些吃和玩乐方面 非常不值得 如果把时间掌握起来 并不是没有时间的 自己是不运用而已的 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说 没有时间也我能相信 因为确实是 大家都除了睡觉吃饭以外 基本上的心全部 转入在一些闻思修行方面 特别忙 但外面的很多人 当然一方面跟我们可能是不同的 要生活 要工作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会倒下去的 这一点也是 我们作为一个世间人来讲 也会理解的 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自己要掌握时间 以前很多一些 世间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说过 谁自己的时间能用得上 说明这个人会爱惜自己的生命 如果谁没有用得上时间 这个人已经一切都完了 也有这样各样 所以我想 我们大家都一定要 每天都是把自己的时间 好好地安排 这就是有智慧人的一种行为 包括我们出家人 有些人自己把自己一天的时间 确实掌握得相当好的 除了自己的修行和睡觉的时间以外 基本上都不会散乱 一散乱的时候自己马上发现 有些人自己根本 好像没有什么时间的概念 没有时间概念的话 那这个人的修行肯定是不好的 有时间概念的话 这个人的修行 不管怎么样肯定很好 所以大家把自己的时间一定要掌握 没有掌握的话 一年一会儿就过了 然后人的一生很快地就过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一无所得也非常不知的 这是我意思 大家应该祈祷释迦牟尼佛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平时我们每一个佛教徒 真的不能往平时水炼佛陀 你们很多人也最近学习 水炼三宝经 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 真是不能以往佛陀和三宝的恩德 而且始终都要顺炼 要意念 相当重要 接下来我们宣讲 顶礼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他这里仅仅是 胜尊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光芒 入于任何一个众生的耳旁 不管你是人还是非人 或者是旁生 什么样的众生都可以 只要是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入于我们的耳旁 在自己心里所有的恐怖 困惑 灾难 痛苦等等烦恼等 这些全部都限出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大家应该记得到 《法华经》里面 《法华经》里面也有这样 普明品当中 有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获得以后 比如说百千万亿的众生 感受痛苦的时候 如果一心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那么观世音菩萨 了知这个圣意 然后进行加持 进行加持之后 这些众生都会获得解脱 这是普明品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教理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到 所谓的观世音菩萨 好像跟我们人的名字一样 觉得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按照《法华经》里面的 有些收集品 收集品里面 所谓的观世音菩萨 在恒河杀手劫以前 宝藏如来收集 未来成为观世音菩萨 这样收集的 按照《能言经》的观点 观世音菩萨以前在 观世音菩萨如来面前发愿 发愿以后 他当时收集 就将来成为观世音菩萨 所以仅仅是 观世音菩萨的这几个字 表面上看到 好像我们人也可以叫观世音菩萨 或者这个名称很荣耀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诸佛菩萨的甚至名声 也多生乐界当中 有一定的因缘和关系 而且以千百万劫 以前收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利益众生 度化众生 最后以智慧的结晶 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名称 所以我们即生当中 遇到了诸佛菩萨的名号 诸佛菩萨的身相 的确是有很多的福报 没有福报的人 遇到这也不可能的 尤其是汉传佛教当中 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的 一些救苦救难的公案 这些是不可顺受 我想我在这里也不必宣说 作者在这里 对观世音菩萨也是有相当大的信心 因此过了释迦牟尼佛以后 先顶礼观世音菩萨 让我们每一个人心的相续当中 生起了悲心 因为观世音菩萨是 诸佛菩萨的智慧的本体 就是悲心的本尊 大悲心的本尊 诸佛菩萨的大悲心的本尊 所以我们经常 祈祷观世音菩萨的话 我们心的相续当中 能生起大慈大悲菩提心 就是大慈大悲的菩提心 这样一来 大家也经常 看见一些可怜的众生 或者有些众生 马上要死的时候 我们就连按照 《陀罗尼经》当中所讲的一样 连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或者说 欧玛尼巴迈哄 这样念诵的话 功德确实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们看见一些牦牛的时候 在旁边大声的 阿姆玛尼巴迈哄 阿姆玛尼巴迈哄 也是 阿姆玛尼巴迈哄 阿姆玛尼巴迈哄 这样念诵 当然你的心态怎么样也是 只要声音已经传达 他的耳畔 那从此以后 再也不会堕入恶趣 功德相当大的 有非常大的必要 这是顶礼观世音菩萨的集闻 下面是 讲顶礼文殊菩萨的集闻 这以上讲生意地和死所地 然后遣除遇见暗 文殊菩萨遣除所有众生 遇恥的黑暗 他这里首先已经讲了 文殊菩萨给我们宣说了 极灭我和我所 或者我和我的所有戏论 这样的生意的法力 文殊菩萨是佛陀当中 所有的这些生光法门 依靠文殊菩萨的智慧来 进行抉择的 所以文殊菩萨已经给我们 开始了 灭尽我和我等等 一切戏论的生意法力 同时又开始在世俗当中 自己造业 自己解业 自己感受 这样世俗的道理 所以我们众生相对相续当中 所有的愚痴 痴暗 黑暗 这些依靠文殊菩萨的加持力 全部在光芒面前的黑暗一样 遣除的 并且善巧方便地给我们 已经宣说了 抛弃自己快乐的心态 然后承拔利益他众的 清净行为的法力 文殊菩萨给我们 讲的殊胜的道理 大家应该清楚 这样的 究竟自他而立的 让众生获得佛陀的 法王果位的文殊菩萨面前 我也进行顶礼 所以文殊菩萨 比如说《宝积记》 很多经典当中 也是这样讲过 以前门凤仁波切所写的 《八大菩萨的传记》当中 也是讲 法王如意宝当时也传过 里面记得有《宝积经》的教证里面 这样说的 是千百万劫佛陀的名号 我们去念诵的话 当然功德是相当大的 但何人念诵文殊斯利菩萨的名号 远远超过前者 远远超过 我们平时祈祷 什么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或者释迦牟尼佛 这样功德相当大的 但是真正要名号 功德方面来讲 我们祈祷文殊菩萨 或者念阿拉巴赞那地 我们念文殊星座的 功德是相当大的 而且《无垢光天女清闻经》 《无垢光天女清闻经》当中也说过 文殊菩萨度化众生的显现 是跟其他人和圣尊都不同的 他的现实是无量无边的 有些以国王来度化的众生面前 以国王 王妃 婆罗门 比丘 以及在贪欲界面前显现美女 或者喜欢唱歌的面前 显现一些歌星 所以我有时候想 现在世间上的人们特别喜欢 什么歌 有些也特别喜欢唱歌 有些特别喜欢听歌 外面的一些大的 活动场所当中 有些高僧大德将近的时候 几乎都是没有几百个人而已 然后有一些歌星 这些人来唱歌 跳舞 那个时候有成千上万 几十万的人全部集聚在一起 但很有可能 我们也不敢说 全部是文殊菩萨的化现 明天我们出家人 也到那边去听音乐 不是这个意思 但很有可能 我们也不能排斥 按照一些真的佛经的观点 文殊菩萨也是显现这些歌女 蛮女 舞女等等 以这种方式来度化众生 有这个可能的 佛陀和诸佛菩萨的化现 不可思议 不管怎么样 作者无诸菩萨 向文殊菩萨面前顶礼 今时果正山开现 习其佛子行之旅 弘扬佛陀教法者 寂天菩萨前经礼 那么这里就是 寂天菩萨的赞叹即颂文 无诸菩萨向寂天菩萨 怎么样顶礼的呢 寂天菩萨他已经舍弃了 我们昨天前面也讲了 三开国王的太子 他把王公也舍弃了 这样他舍弃王公 而且善巧地开现了 非常稀有的佛子行之旅 在世间上也是极为稀有难得 稀有罕见的 利他的这种行为 在世间上是非常罕见的 世间上所有的人都是 为了自己而奔波 为了自己而操作 真正是利益众生的人 相当少的 所以他就开现了 这样的佛子利益 弘扬真正如来的教法 而如来的教法 真正是利益他众菩提心 如果我们菩提心弘扬 出离心弘扬 应该说是弘扬如来教法 以后我们想 这里也不算属于哪一个教派 也不算属于 比如说汉传佛教也好 藏传佛教也好 很多很多的高僧大德和一些知识分子 在这里学习 以后我们方便的时候 应该住职一些人 在各个地方去 真正的佛法给大家弘扬 非常有必要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接受一些财物的供养 或者一些地位 这些什么都不要 我们也不是求民事 也不是离养一些有漏的东西 应该自己也是好心好意地 把佛法传给 然后下面的有些人 真正佛法的道理很多人都不懂 的确不懂 从他们的行为上 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大家应该有 弘扬佛法利益的心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这个心态都没有 那我们即生当中也 恐怕不一定有弘法的积累 如果有了这个的话 有些人认为我现在已经三四十岁 六七十岁 啊 已经不行了 如果年轻人弘扬才差不多 我现在老年 老菩萨般的人肯定没有希望 但我想我们这里 老菩萨最适合的 因为他们对生活 对什么都非常精通 这样以后 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 也很难 一般来讲 不会有什么违缘 然后他们的发心 也是相当的大 所以以后 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就专门六七十岁的 一部分人安排 然后到各个地方 去弘扬佛法 是啊 年轻的人全部去的话 学院里面待的时间长一点 应该可以 但待得太短了 可能不太好 这里都是怎么讲的呢 就是 寂天论师有七种稀有的传记吧 这里面 他依靠这种方式来弘扬佛法 佛陀教法者 寂天菩萨面前向尽力 然后呢 下面就历史句 那么这是作者 他自己说的 无珠菩萨他说 无珠菩萨他说 我从刚才 寂天菩萨的教言 莲花的化缘当中 已经获得了善数 善数入菩萨行论的蜂蜜 他自己比喻成这样的 然后我已经获得了 非常甜蜜的善数蜂蜜 然后自己获得了这样的话 他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 唱颂《入菩萨行论》作俗的歌 为了利益行持佛法的 无数众生 我也是为了利益他们 在这里解释了《入菩萨行论》的这部论典 他这里的大概意思也是这样的 好 今天大概讲到这里吧